好,我们已经停顿了一段的时间,没有在《启示录》这本书上来分享,今天我们又回到《启示录》这一件书,我们要继续来思考我们将来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们是如何敬拜赞美我们的上帝。 我在上一堂讲到,将来我们去到天堂的时候呢,在天国里面,我们的敬拜是以赞美,以歌颂来敬拜作为开始,也是以歌颂赞美在其中过程中来进行,也是以歌颂赞美来作为我们的敬拜的结束。 在当中没有讲到,在地上,敬拜讲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心,因为我们要认识这位神,所以我们要听神的话,去认识祂,才启动我们敬畏神的心,去敬畏祂。 天上,我们不需要听道,因为我们都像神一样,凡事我们都知道了,我们不要再学习知识,因为我们凡事都知道了,如同神一样。 但是我们在国度里面,我们还要不断的赞美,不断的歌颂,不断的敬拜,不断的用这个被救赎的生命,去服侍,敬拜这位为我们舍身舍命的主。 所以在天上,我们到底敬拜谁呢?我们在地上,敬拜很多很多的神明,敬拜很多很多的人,敬拜很多很多的偶像。 但是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只有一个敬拜的对象,那就是全能神,是我们敬拜唯一的对象。 我们来看看几张图,这是我们借着上一次讲的第二点,第二大点。 就是我们到了天上去,我们要敬拜的对象,就是这位全能的神。 那神的名字呢,常常被人勿用。 今天我们当听到全能神的时候呢,你的脑袋马上想起,哦,这是东方赏电所敬拜的神。 哦,这是东方赏电的另外一个迷惑人的一个名称。 东方赏电,就是全能神,全能神就是东方赏电。 东方赏电的你创办人,就是你基督已经显现了。 那我们一听到全能神的时候,我们就会勾引起我们一些,不是太正确的观念跟想法。 那今天在这里呢,约翰特别强调,我们所敬拜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 那是跟祂的时代背景处境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因为神在圣经里面所启示我们的是很多很多方面的。 但是在约翰写这本书的时候,他特别对当代的奇事, 基督徒所面对的一个困境, 他特别强调,我们所敬拜的神,我们所服侍的神,是一位全能的神。 因为他们在避泊患难中,他们想神在哪里, 神的能力在哪里,神的存在在哪里,神有看到我的苦难吗? 神有看到我面对的困境吗? 他们在疑惑,他们所敬拜的神。 所以约翰一定要强调,我们所敬拜的神,不论我们处在任何的处境里面, 神都是全能的神。 这能够弃起他们在避泊患难中,能够持守他们的信仰,持守他们的真道。 这很重要。 好,下面一张好不好。 人往往会把一些很神奇的灵界的东西当神来敬拜。 所以我们看见在圣经里面,当约翰看到天使向他启示这些的时候, 他就情不自尽了,不由自主地要服服,要敬拜这位天使。 而天使马上禁止他。 你不可以拜我。 你只能拜全人的真神。 我跟你都是仆人。 所以我们要认识一下,天使到底在灵界里面,他的地位是什么。 下面一点好不好。 好,如果我们把天使当作神来拜, 他会产生巨大的危险。 很大的危险。 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危险是什么。 那我们可以避免我们去敬拜天使。 好,第三下面。 一言中的灵异到底是什么。 什么是一言中的灵异呢? 我们要去明白。 好,然后我们才知道如何来传讲神的话语,来领受神的话语。 好,下面第三大段呢。 就是终极的得胜,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王。 不是这个奇恶世界的统治者,最终极最后的得胜者, 乃是我们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他才是真正最后终极最后终极的精王。 是陪着我们去敬拜,去顺服他的,去相信他的。 好,这个得胜的精王耶稣基督。 我们所敬拜的耶稣,不是钉死在十字架上被私人看为是一个战败者。 是一个失败者。 是一个罪犯。 是一个被羞辱的。 不是。 他是以一个战胜的姿态, 骑作白马, 成为地上的精王。 天上的精王的姿态,来显现。 来向我们表明。 所以我们是配着我们去敬畏他,去敬拜他。 因为最后的终结,耶稣基督要掌浅。 所以我们最后跟耶稣基督一同掌浅。 我们跟随的是一位得胜的精王, 不是一位失败, 丁死在十字架上的罪犯。 下面一张好不好。 他的名字称为诚信与真实。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充满太多的谎言。 充满太多的虚假。 我们人常常被欺诈,被欺骗。 特别是在网络那么发达的时代里面。 我们常常一不小心, 我们就中了恶人的牵盗。 他的虚言、假语。 他的欺诈、他的谎言。 我们会受到很大很大的亏损。 但是我们跟随的这位主耶稣, 他是信誓可靠的。 他是真实,不是虚假,不是虚伪。 他永远都是真实的。 所以我们才敢相信他。 值得去信靠他。 跟随他。 因为他从来不会撒谎。 他从来不会虚伪。 他从来都是信誓可靠。 他从来都是真实的真神, 永不改变。 下面一张好不好。 他凭公义做审判, 并为公义而战争。 今天的审判, 很多时候都是烟情的审判。 许多审判都是不公不义的审判。 许多审判都是枉弃义人的审判。 因为这个世界已经败坏。 亲王被毁落。 他不顾正义。 他们违背自己的良心。 做出违背自己的良心和法律的判断。 所以今天, 人家要害你, 就是斗臭你, 斗死你。 这就是共产党最拿手的手段。 把你斗臭。 把你斗到臭的时候, 按照法律就判你死罪。 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 世间你不要盼望有一个真正公义的审判。 因为人会受毁落, 人的心败坏。 但是耶稣的心, 是真实的心。 他不改变。 他是正义的神, 公义的神。 所以一切的烟情在耶稣基督的审判台前, 会得到最公义, 最公平, 最正义的审判跟判决。 所以我们要相信这位, 公正无私的审判官。 将来要审判这个世界。 只有耶稣配的审判这个世界。 因为地上的审判官, 不知道一切的内情, 他们也不会按公义来审判。 像皮特托审判耶稣, 他都说耶稣没有罪, 我找不出祂有罪, 我精盆洗手, 祂的罪不关, 祂被判死刑跟我无关。 你们判是你们判的事情, 我洗手, 精盆洗手, 罪与我无关。 但是这样就能够脱罪吗? 他还是要找审判的。 因为他比不公不育的手段心态, 来审判主耶稣基督。 下面还有第四, 没有人知道的名字。 耶稣的头上冠冕, 挂着没有人知道的名字。 那名字是要给人叫的, 对不对? 如果名字不知道怎么叫呢? 那其中的奥妙在哪里呢? 为什么这个名字是没有人能知道的? 那么神秘,那么奥秘, 到底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名字, 神的名字, 为什么人不能知道, 甚至读不出祂的因来, 我们要去从圣经中的启示, 去了解这个名字对我们的重要, 对我们的宝贝。 还有没有? 好,四点了也没有, 第五点。 好,我们回到原来的地方。 回到原来的地方,全能神。 好,我们今天呢, 就要继续来思考启示录第十九章的第二堂。 在第一堂的时候我就讲过了, 我们是讲到天上是如何敬拜神的。 那我们在地上就要学习操练将来在天上如何敬拜神。 我们讲到一开始的时候, 是以歌颂赞美, 哈利路亚, 阿们, 这些词句来形容天上的敬拜和赞美。 今天呢,我们要讲的是, 我们到了天上去, 我们敬拜的对象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圣经称他是全能神。 这三切圣经我们刚才读的, 告诉我们天上的敬拜的对象只能有一个, 也只有一个对象, 不像我们在地上有千千万万千百万的神明偶像, 甚至人, 或者物, 一些自然界的物, 我们去敬拜。 所以产生很多很多各种各样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神明, 不同的宗教的信徒, 去膜拜世界上千千万万的, 说不完的这些神明。 使得人很迷惑, 到底是哪一个神才是真神? 所以保罗到希腊去的时候, 在雅典看见人拜很多很多各样的神, 其中有一个神叫做不认识的神, 连不认识的神也在敬拜, 会怕漏人其中的一个。 人无从选择, 今天你从宗教的角度来看, 人应该信什么, 我们真的无所适从, 不知道哪一个, 这个也灵, 那个也灵,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神? 我们很迷惑,对不对? 到天上去的时候呢, 我们一点都不会迷惑, 因为在天上只有一位全能的神, 是我们被迁迷到国度里面去的人, 所敬拜的对象。 犹太人的思想观念里面, 就是他们相信当弥赛亚来临的时候, 所有的事情都会按照神所议定的事情发展下去。 其中有一个就是, 上帝的子民要接受上帝爱的邀请, 来成为上帝大宴会里面的贵宾。 我说他贵宾, 其实也不正确, 应该是我们是那个大宴会的主角, 我们是新娘, 我们的神是新郎, 我们要参加这个弥赛亚的大宴会, 宣知以赛亚很清楚的在二十五章六节告诉我们。 他说什么? 神要用肥肝色摆宴戏, 成酒和满随的肥肝, 并清澄的成酒摆色宴戏。 那个是以赛亚时代最珍贵的, 最美好的宴戏的内容。 如果今天我们要讲的话, 就可能不是这些了。 但是人所能够理解的就是, 地上眼睛看得到,摸得到, 享受得到的物质, 这种美好来预表, 来表达将来天上的美好, 享受那美物。 只能这样在他的时代里面。 就是当时以赛亚的时代里面, 所能够表达的一个最美好的, 最丰盛的一个认为。 主耶稣基督也是应许我们说, 将来有从东从西, 有许多人来, 在天国里面, 以众助长一同作戏。 众助长就是犹太人他们的祖先, 就是亚哥啊,阿比阿巴拉罕啊, 以撒这些祖长, 一同作戏。 作戏是一种享受, 作戏是一种尊贵的, 一种权利。 你不会随便被邀请去参加总统的宴会。 你会被邀请去你的亲戚朋友的婚宴里面去, 但是你如果不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 你是不会被邀请去参加一个, 像耶稣所说的, 从东从西, 从南从北, 许多人在天国里面跟众助长, 他们都是信心的伟人, 都是上帝所爱的, 做有非常尊贵在地上的地位, 何况在天上, 他们要跟他一同作戏, 一同享受, 一同欢乐。 这是马太福音第八章十一节, 耶稣亲口说的话。 我们也看见, 当耶稣在最后的晚餐, 吃了这一餐就没命了, 就死了, 就要上十字架了。 所以在最后的晚餐的时候, 他召集他所爱的门徒, 经过三年的一起生活, 一起传道, 一起训练他们, 栽培他们, 到最后这一餐, 吃了就没有了。 耶稣在这一餐里面怎么说? 他说, 我不会再和你们喝这个杯, 我不会再跟你们喝这个杯, 直到在他的天国中, 重新与他的门徒一同喝。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二十九节。 这是一个告别的宴会。 这是一个离别的圣会。 但是耶稣说, 将来, 我还要在你们在天国里面一同喝。 甚至连主耶稣基督, 他自己也期待, 自己也渴望, 将来, 在那伟大的弥赛亚的宴席中, 赶快的来临。 有哪个新郎不希望结婚的日子快快到? 有哪个新郎不盼望? 你结婚的日子快快到? 你用很多时间准备, 准备一备, 你希望那个日子赶快到? 有多少新娘, 你要结婚的时候, 你不渴望等待那个时间的领导, 新郎来迎接你。 在这个大喜的事情, 大喜的宴会, 我们人都渴望在地上的这种大宴会, 何况是将来永恒在天国里面的大宴会。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 高阳婚起的婚宴的思想观念, 就是从这个古老的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营溢和产生出来的一个思想, 一个观念。 这里所描述的是将来天上一个真正的, 弥赛亚的大宴席。 而在圣经里面只是很简单的, 很优美的谈论到将来所有得救的基督徒, 必定会以他们所爱的主在天国里面, 享受这个丰盛的大宴会。 这是一个无与伦比, 独一无恶, 古往今来, 空前最后的一个大团圆, 大喜乐, 大享受的丰盛, 盼望你跟我, 到时候都会出席这个宴会。 新年就快到了, 我们中国人过年都会大吃一餐, 为家庭的神预备很丰富的宴席, 大家坐在一起享受过年的气氛, 爱的气氛,喜乐的气氛。 当然我们在国外的中国人呢, 没有像国内, 或者在一些比较传统的社会里面, 亚洲的社会里面, 那么的夸张, 那么的摆设, 我们可能很简单的, 因为我们在国外, 不是我们华人的地方, 虽然我们也有华人的中国城, 但是总比不上我们自己的国家的那种欢乐, 那种盛大的那种盛会。 我记得小的时候, 我在一个钟表店的门口, 那个老板摆了一些玩具, 叫我去帮他看顾贩卖。 每一次过年的时候, 整条街放那个炮筑, 真是炮火连天啊! 整条街道都是变成红色的, 因为你今年放的炮筑越多, 你明年赚的钱就越多, 所以他们尽情的欢乐。 三天最少三天的新年庆祝。 可是将来我们去参加的, 会比地上的, 丰盛得多, 更长面会更大。 会是我们在世界上, 所不能享受到的一种的代意, 只有在天上才有。 好,到这里的时候, 我们面对一个敬拜的, 崇拜的, 重要的课题。 那就是我们当敬拜谁。 约翰看见神, 这个天使对他的启示之后, 他看见这个天使很荣耀, 很切白, 很光彩。 他就情不自禁地, 身比有己地就跪下来, 要拜这个天使。 这是他一个自然的反应。 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不是照做出来的, 不是一先一辈要做的, 是自然的一种反应。 自然的一种反应。 但这个天使怎么样? 天使认识他自己的本分。 他知道他不是神, 他不可以接受人的跪拜。 所以他马上很严厉地禁止, 约翰向他跪拜, 不准他跪拜。 他说我跟你, 都是上帝的仆人。 那些侍奉上帝的, 都是你们的弟兄, 我跟你们的弟兄跟你, 都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 去服侍上帝的, 不是接受人的敬拜。 那我们看见呢, 唯一的敬拜的对象, 就是全人的上帝, 自己。 所以约翰被天使禁止去敬拜, 除了神之外, 非常奇妙的一个天使, 灵界里面, 灵界里面的圣物, 是必须的, 也是必要的。 因为在约翰的时代, 跟初级的教会, 信徒敬拜天使, 有一种的气象, 有一种, 往那个气象去, 看到天使就敬拜, 这种气象很普遍, 在旧月里面也好, 新月里面也好, 初级交流也好, 都有这种的气象, 这种的气象, 如果不拦住的话, 这个气象会越来越大, 那么人就去敬拜这些, 各种各样的神灵, 那么就不是敬拜独一的, 真神的, 有这样的一个倾向, 就像今天很多宗教, 敬拜很多很多不同的宗教, 一样有这种倾向, 当然, 忽然间在你的房间, 没出现天使, 你当然很惊讶, 你当然会很惧怕, 你当然会很惊恐, 而且情不自禁的, 自然的, 会向他归拜, 这是当时的情况, 我们看在旧月节目的例子, 亚伯拉罕在帐篷里面, 弗兰间有三个陌生人来拜访他, 圣经说这三个人就是天使, 那亚伯拉罕怎么样, 亚伯拉罕就情不自禁的, 就跪下来迎接这三位天使, 这是旧月里面看到的情况, 新月也是有, 人们有这样的倾向, 所以天使一定要拦住, 一定要告诉他们, 让他们知道, 敬拜神以外的任何对象, 都是得罪上帝, 都是犯了世界里面的第一条诫命, 所以我们不能敬拜神以外的任何人, 神明, 偶像, 甚至是真实在灵界里面存在的天使, 我们都不能归拜。 那么天使到底在天地间, 他有什么地位呢? 他的地位是什么呢? 在犹太教的圈子里面, 天使是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的, 比如在犹太人的许多文献里面, 就有这样的记载, 其中有一个是在文献里面记载说, 拉斐尔, 拉斐尔是一个天使, 告诉另外一个天使叫多比, 告诉他, 他所承担的责任, 就是把人的祷告收集起来, 然后送到上帝那里去。 这不正确的, 但是他们有这样的一个观念, 在犹太人的犹太教里面, 他们相信天使是收集人的祷告, 然后把这个祷告送给上帝。 圣经没有这样的教导。 第二个呢, 是在旦的, 旦是四个支派其中的一个支派, 旦的遗顺里面, 叫Testimony of Them, 在六章二节里面有这样的描述, 天使是替人祈求的事情的天使, 在立位的遗顺里面, Testimony of Levi, 五章五节里面, 他也说, 天使米迦勒, 米迦勒在圣经有记载这个天使, 天使米迦勒, 是专门代替以色列人来带求的, 替以色列人来带求的, 天使可以带人祈求祷告。 圣经里面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教导呢? 哇,看到不到。 还有呢, 在第四世纪的时候, 有一个犹太人叫耶夫达, 拉比他标心立意地说, 叫人不能用亚兰语来向上帝祷告。 为什么? 因为他说天使是收集祷告的, 天使听不懂亚兰语, 因为亚兰文在当时就像今天的英文一样。 你不能用英语, 或者用亚兰文来向天使祷告。 因为天使听不懂亚兰文, 他怎么转达你的信息呢? 怎么转达你的祷告呢? 这种思想就是当时呢, 因为天使的地位的崇高, 被人尊重, 而产生演变出来的, 变成人与神中间的中宝。 而圣经清清楚地告诉我们, 在人与神之间只有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 是人与神之间的中宝。 当耶稣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 是基斯, 成为人与神之间的一个桥梁, 也不能叫做是中宝, 只是一个媒介物, 一个媒介, 一个传介的一个物。 而在那个时代, 这种媒介物的思念, 触渐的很强盛地流行在当时的教会的里面, 特别是犹太人的设计里面, 这种观念越来越强, 占据了整个人对上帝最高的, 最崇高的敬拜的那种诚意, 被好像被分散了, 被抢夺了。 所以天使必须严厉警告, 约翰不可以拜他。 当犹太人相信了基督教之后, 犹太人都是犹太教, 从犹太间转变来相信基督, 成为基督教徒之后呢, 他们仍然把崇拜天使的思想, 从犹太教里面, 犹太的社区里面, 带进了基督教的圈子里面来。 他们没有谨记,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宗宝, 在人与神之间, 不需要任何的媒介。 所以罗马天使教今天教导我们, 教导他的心中, 你要透过玛利亚, 向玛利亚祷告, 玛利亚在跟耶稣讲, 因为玛利亚是他的母亲, 所以他必须顺服, 听同他母亲, 转告信徒的祷告。 那这就是当时这种流行的观念, 所影响产生出来的错误的, 敬拜跟祷告的对象。 这种敬拜会产生危险, 因为这跟神的第一届, 结命是违反的。 我们今天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危机, 因为我们从来也没有看过天使, 你看过天使吗? 我信的主六十年没有看过天使, 所以我也不会敬拜天使。 这是为什么神怜悯我们, 不要我们受迷惑。 如果我们看天使看太多了, 我们反而转而去敬拜天使。 因为太现实了, 就在我们眼前显现, 我们就不会敬拜那个看不见的上帝, 摸不到的上帝。 所以当福音传到外邦人, 特别是希腊人之后, 希腊人是崇拜喜喜多多天使的一个民主。 第一呢, 他是来自一个多神教的世界。 罗马人也好, 希腊人也好, 他们敬拜丢师, 他们敬拜希拉, 他们敬拜阿波罗等等的各种各样的神明。 所以他们把这些神明, 既然有了真神上帝耶和华, 那我们就把这个诸神转成一个天使的地位, 去敬拜这些天使。 他不是神, 他是天使, 他也不是天使, 是他们的偶像, 他们的假神, 把他转变过来, 变成他们的天使。 这个就变成很容易迷惑人了, 很容易去随从他们。 因为他们是来自一个多神教的一个世界里面的民族。 第二呢, 他也是来自一个相信上帝, 自己创造了宇宙万物之后, 他对这个他所创造的宇宙万物, 他没有兴趣, 他就把他放弃掉了。 今天还有这样的神学思想, 就是神并不关心这个世界, 神创造这个世界之后, 就让他自生自灭。 所以你看天灾人祸, 罪恶不易, 灌满整个人类的世界。 为什么? 因为上帝创造之后, 那是你的事了, 你自己去治理了, 跟我无关了, 我创造你就好了。 如果一个父母生了孩子的时候, 我把你生出来了, 你自己求生存了, 你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跟我没有关系, 生了你就完了。 这个理论, 我们不能接受, 对不对? 神是爱。 他们也说, 对啊,神是爱啊, 怎么看见人家有很多烟情呢? 很多不欲呢? 很多暴力呢? 那么神不是已经不理睬这个世界呢? 让他自生自灭呢? 很多人是相信这样的, 而且为数不少啊, 甚至基督徒就这样想啊, 如果上帝公义的, 上帝是爱的, 为什么当这个事情发生? 为什么当这个事情发生? 是很迷惑人的啊。 但我们不相信这种理论, 上帝创造这个世界, 他有责任, 他有义务, 他有爱心, 去维护这个世界, 正常的运作, 正常的继续的延续下去。 而在当时他们相信什么? 有一个称为戴蒙师的媒介, 是神创造的世界, 他对这个世界没有兴计, 而是去教给一个, 叫做戴蒙斯的, 去掌管这个自然世界的映作, 和治理人间的事情。 所以耶和安在这里强调, 天使只不过是上帝的仆人, 只有上帝是配得我们人去敬拜他, 因为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 我们这个灵可以跟灵的神有相交, 有相欠。 不过我们只能将来在天上, 只敬拜全人神, 耶稣在地上成为人的宗宝, 除了耶稣没有其他的媒介, 是我们要透过他来亲近上帝。 还有一种, 还有一种的观念, 我是两三天前, 从网络上, 从Facebook里面, 有一个叫做Carvin Lee的牧师, 所发出来的一篇转文。 那等下我会在这方面, 讲到他的名字的时候, 我再讲这个。 第三呢, 第十节的下半节的时候, 第三节, 一言中的灵异。 这个好像很妙, 很玄, 什么是一言中的灵异呢? 有人建议说, 我们把一言中的灵异, 这个灵在英文里面是Spring, Spring, 把这个Spring, Spring有很多不同的翻译, 你可以把它翻译是精神, 人的精神也叫Spring, 人的精髓也可以叫Spring, 所以圣经说, 立法的精异, 就是立法的Spring。 我们用中文比较容易了解, 立法的精髓。 所以我们说, 一言中的灵异, 把它变成立法中的精神, 这个一言中的精神, 或者一言中的精髓, 最重要的部分。 那么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 这一节经文的含义是什么。 第一, 他可以理解成为基督徒对耶稣基督所做的见证。 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个写者说, 唯有一言灵异的人, 唯有一言灵异的人, 才是一个真正的先知。 而这些一言可以在见证耶稣的生命中, 把他显明出来。 所以, 他能够继续耶稣对天父以他自己的见证。 这是什么意思? 先知的信息在乎他个人的生活的见证, 比他用言语做见证更为重要。 所以我们有意思说, 这个人没有见证。 是什么没有见证? 是他的话语没有见证吗? 是他的生活没有见证。 不能作为见证, 不美好的见证。 所以一个为神明白神意言的去传达见证耶稣的这个人, 他的生活必须是能够见证耶稣基督的生命。 比他用话语传达更加更加的重要。 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 不是你传的是什么信息, 而是你是怎么样的一个现实, 你是怎么样的一个传道人, 比你所传讲的更加更加的重要。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很多人能说不能做, 就是因为你不是那个人, 所以你做不出那个意思。 所以你可以高谈阔论的, 可以很有天才, 很有口才的传讲福音, 但是如果你的生命不能够彰显见证耶稣基督, 那么这个见证就没有效, 很多人不会相信。 所以这个人是什么, 比他讲的是什么, 更加为重要。 所以只有一个人, 当他被圣灵感动, 他从圣灵得到启示, 他才能够为耶稣基督做见证, 他才能够成为耶稣基督的见证人。 所以是讲到的, 议员的领域是讲到那个领受议员, 传达议员的, 他本身的见证, 跟他所讲的见证这件事情, 很重要。 第二呢, 是耶稣基督对人所做的见证, 对人所做的见证。 他可以解析成为, 耶稣对他的听众的一个见证。 耶稣常常在他讲道的时候, 在他传福音的时候, 他都是以见证人身份来见证的, 以身份人来见证的。 犹太人不相信, 他说你的见证是你自己讲的, 不算不住。 耶稣虽然是我讲的见证, 但是我的见证是真实的, 因为他不撒谎。 地上的见证人可以虚假, 可以被买通, 可以做假见证, 但是耶稣基督绝对不会撒谎, 绝对不会做假见证, 面对死亡的威胁, 他也不会做假见证, 否定他自己。 审判他呢? 你是王吗? 他说我是, 我正为这个儿生, 所以定罪定死刑。 他可以不讲啊, 不讲就不会定死刑了, 但他没有撒谎, 我是为这个目的而来的, 我是王, 我是要来做王。 他承认了, 他就被定死罪了。 他可以撒谎, 他可以不承认, 但是他没有, 因为他是真实的神, 不讲假话, 他讲的都是对的话。 所以有位布道家他说呢, 首先呢, 人要听见上帝的话, 然后呢, 他才能够向人说话。 如果你要传讲上帝的话, 你这个人必须首先听到上帝的话, 然后你才能够把听到的话, 向人传讲, 这正是就业所有的先知, 他们的职份, 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信息的来源, 就是这样。 听到什么, 就传什么, 没有听到, 就不传, 没有听到, 去传, 就是假先知, 假先知的下场, 就是出死。 假先知的下场, 就是出死。 在圣经里面有不少假先知, 因为他没有听, 特别就业里面, 他没有听神说, 他们自己传他自己的话。 巴兰这是其中一个, 他们的节奏都非常凄惨。 所以我们不能为神传假见证, 我们听到什么, 就讲什么, 我们看到什么, 就讲什么。 那第三方面, 这个大典的第十一节, 它是终继得胜的今王,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这是整本启示录里面, 启示录里面, 一个最重要的时刻, 关键, 得胜的基督, 终于以得胜者的身份, 姿态, 出场, 现身。 我们真的要高夫, 派帐, 欢迎他的来当。 因为他是为得胜的今王, 不是为被打败的今王。 约翰深深的相信, 基督是一个征服者, 他征服了许多人。 而这个征服者的得胜, 不用一斤一马, 不用大炮, 不用强奸炮大, 靠着什么? 他内心的爱, 去征服所有罪人。 所以他成为一个得胜者。 如果他用兵用炮, 他征服不了世界, 征服不了人心。 今天罢钱的国家, 人心腹口不服, 口腹心不服。 有一些者怎么说? 一位他是一位尊敬的司令, commander, 将军, 后面随着许多的要远的跟随者, 来跟随他。 他是以一个姿态来出现。 这是犹太人的基本的观念, 得胜者是这样。 犹太人在梦想, 他们要实生一个理想的国家, 国度。 而这位金王, 这位国度是一个战士, 骑着战马, 来的米赛亚, 不是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 是一位金王。 所以为什么耶稣来的是米赛亚, 人家不相信, 人家不接受, 因为你金王身在马巢里的吗? 你金王是一个木匠吗? 你金王是一个身无定所的人吗? 当然他们不能接受这个观念, 因为金王是一个战胜者的知识, 来出现展现带领他的百姓, 去攻克所有的仇敌, 是一个得胜的金王, 所以他被认为是万主之主, 万王之王。 我们的金王如果是最后的得胜者, 那么我们就可以放心去面对我们现在的处境。 因为他是最终的终结者, 他是最终的审判者, 他是最终的得胜者。 所以在所罗门诗篇, 圣经里面是没有所罗门诗篇的, 但犹太人的经典里面, 的文献里面有一本书, 除了刚才我引用的, 还有一本书叫做《所罗门王诗篇》, 他这里这样的描述说, 讲到耶稣基督是得胜的金王, 他说主啊,主啊, 诗人说主啊,看啊, 帮他们挤起他们的王, 就是大卫的儿子。 当你看见他的时候, 上帝啊, 愿他统治以色列的仆人们, 求你用力量来为他输邀, 愿他击溃那些不义的统治者, 愿他整消列国, 见到耶路撒冷的, 以致毁坏的这些人。 用你的智慧公义, 来捏走那些曾经承受产业的罪人。 耶路撒冷是他们认为是上帝给他们的产业。 他铲除罪人的骄傲, 如同击破姚将的瓦器。 他拿着一个跟大铁棒, 净毁他们的财产, 他用口中的话, 毁灭那些不信上帝的列国。 看他开身斥折, 列国就在他面前逃跑。 他知道罪人心中的失恋, 因而他责备他们。 在他们的观念里面, 弥赛亚是以这种的形态, 这种的知识, 来出现在他们的当中。 在犹太人拉比的传统人观念里面, 还有一幅图画我们可以看到。 他说, 那即将从犹太家长出来的金王, 弥赛亚, 是多么的美丽。 他会束上腰带, 然后迎战那些憎恶他的人。 然后重金王一首领, 全被杀戮。 他杀死的人无数, 死人的血使他河水变红, 他的衣服也沾满了鲜血。 我们看起来好像金王很好战, 喜欢流人的血。 但是对当时的犹太人, 他们被杀害, 他们被用信仰寻道, 他们被悲惨的对待, 残酷的对待。 他们流出他们的血。 他们的心情, 跟我们的心情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会这样的一个描述。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我们是可以理解的。 到了第十节的时候, 十一节的时候, 出现了一匹白马。 这个白马是象征一个战胜的将军, 凯贤而归。 这是罗马人的历史背景。 当罗马的将军将士打胜仗, 凯贤归国的时候呢, 很多人会下面加入来迎戒这位骑白马的将军的来道。 这就是犹太人想到将来的一个愿景。 当耶稣基督其中白马弥赛亚, 其中白马开仙归来的时候, 他们会下道欢迎他, 迎接这个得胜的金王将军回来他们当中。 这是他们的愿景。 这是他们的渴望。 这个跟福音书里面所描述的耶稣基督, 是心里柔和谦卑, 是简单不同的一幅图画。 在福音书里面, 行了耶稣是非常卑微的, 非常谦卑的, 非常没有能力的, 是被人所惰弃的。 但是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 当耶稣他们的弥赛亚来临的时候, 是其中白马的知识出现, 是得胜的金王, 得胜的将军, 消灭了犹太人所有的仇恨的敌人, 都被消灭。 然后呢, 这个其在白马上的名字呢, 叫做诚信与真实。 为什么不说他是一个勇士, 一个大能的将军? 一个大能者呢? 为什么要说他是诚信? 他是真实。 诚信、真实, 在他们的世代里面, 是不被重视的。 这到今天也是一样, 诚实、真实, 很多人觉得那不是一回事。 当跟我们利益有冲突的时候, 我们可以变成不诚实的人。 我们可以杀, 我们可以虚伪。 当我们面对威胁的时候, 困苦的时候, 逼迫的时候, 我们不能够显出我们里面真实的本性, 我们都用东西去热烟它。 你是基督徒吗? 不是。 只是去教会做做礼拜而已啦。 我们不敢承认我们是基督徒。 我们掩盖我们的身份。 但是耶稣基督不是这样。 他的明白成为诚信和真实。 如果你对一些不一的人, 恶人说, 诚实、真实, 他说资多少钱啊? 诚实资多少钱啊? 真实资多少钱啊? 他们都在生活在细微里面, 欺诈里面, 这些东西对他们是一文不值的。 耶稣基督是诚实的。 在原文里面, 意思是, 他是绝对, 绝对, 可以信, 可以靠的人。 可以知道我们信靠的, 是绝对的, 不是相对的。 不是环境, 不用即使来改变他这一种的诚信。 他是绝对可以信靠的。 所以圣经说, 他是做的精致照永远, 不改变的上帝。 第二个字呢, 基督是真实的是, 另外一个希腊文。 这个文字呢, 叫Aletino, 有两个意义。 第一呢, 耶稣基督是他把真理, 把真实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我们本来都是虚假的, 本来不诚实的, 但是是耶稣基督把这个真理带进这个世界, 带进我们的生命里面。 而他所说的任何一句话, 不论是他讲的话, 不论是时间, 不论是环境, 都不会是有一点点的掺杂, 虚为虚假的事。 很纯的。 这个在我们当今的世界, 我们很难找到。 就是纯经, 也不过是99.9, 没有100的。 但是耶稣基督是百分百的。 我们人都会有虚假, 包括牧师都会有虚假, 都会掩盖自己的。 但是耶稣基督绝不会。 就是生命临到危险的时候, 他都还是真实的, 不改变的。 因为他看诚实诚信, 比生命更加宝贵。 更加宝贵。 所以我们在耶稣基督里面, 我们才能够找到, 什么叫做真实的。 你在世界上寻找到的, 都会有掺杂虚假的物质, 兴致在里面, 不是完全真实的。 所以我们看见有时候, 在真里面有掺杂假, 假里面也有存着真的。 但是都是真真假假, 叫人分辨不出。 好像我昨天看到一个人的家里, 他是在外面, 鱼盆那个无极花, 无极花是新加坡的国花, 我一看我一摸, 我说真的看不出, 是真是假, 也摸不出, 是真是假, 是真是假, 真的你很难分辨, 今天能够以假乱真, 叫你分辨不出, 什么是真, 什么是假, 社会传达的牧师也是假。 我们真的分不清, 到底是谁是真是假, 所以有时间的考验。 那么第三点很重要, 我们这个世界有太多不公平, 有太多的厌情, 有的人被判了, 做了几十年, 四五十年, 才发现原来是冤枉的, 没有罪的, 结果已经一生去掉了, 有太多这种的厌情。 第三, 他说, 他凭公义做审判, 并为公义而战。 今天的战争很多是不公不义的, 是以大欺小的。 约翰的时代从来没有人希望一个, 反复善变的邪恶的暴经, 或者是审判官, 会很公平的对待每一个被审判的案件。 他们从来不会去苛求, 渴望有这样的一个官, 一个金王, 会在他们的时代产生, 对那个审判有个很公义, 很公正的审判, 他们根本不期待。 知道今天有一个国家, 也是人类心里不可能会有公平的, 公义的审判。 很多官都是被贿赂的, 以假乱真, 以正义为不义, 以不义为正义。 这种案子太多太多了, 数不尽, 起不完。 在当时的小雅西亚呢, 那些顺服官呢, 都会接受溃落的。 所以溃落, 一收溃落, 就完了。 一收溃落, 真相就不能显现, 就是一切都是虚假, 一切都是陷害。 不但在当时是这样, 今天的时代也是这样。 今天所谓的法官, 今天所谓的政权, 对人民的审判, 很多都是摸须有的罪名。 当一个行政机构的官员, 接受这样的一个贿赂的时候, 整个行政系统就被腐化。 每一个官员, 你贪, 我不能不贪。 因为你不贪, 就显明他的黑啊, 所以我必须贪。 在马来西亚, 有一个政策很不公平的, 就是叫做优惠马来人。 你去读书, 百分之七十是保留给马来人的。 华人, 印度人, 其他的住位, 去抢那百分之三十的位。 什么机关里面, 官员也好, 读书也好, 福利也好, 连拿驾驶汽车, Taxi的牌子也好, 都是这样的, 不公平的。 因为整个系统都是败坏。 他们的官员, 在表面上, 拿了薪水, 是一个数目。 但是他真正的收入, 是比他所拿的薪水, 超越不是几千倍, 几万倍。 你就知道这个钱从哪里来。 为什么一个官员, 就算你美国做总统, 也不过是四十万呢? 所以为什么新加坡是全世界薪水最高的国家? 总理是美金的一百七十万, 美国总统才四十万, 因为他要保持这个职度的清廉, 让官员因为够而不去贪腐, 去冤极一些的正义。 新加坡就曾经有一个部长, 是国家发展部长。 我还记得, 那个四十年前。 当他第二天要被审判的时候, 我是这样听说, 人家可能是, 是一种讽刺是什么样的。 李官要打一个电话给他, 某某部长, 你犯了这个罪, 明天做审判, 你在好自为之, 我也救不了你, 你自己了结吧。 第二天审判之前, 他晚上就吊死了。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是青年, 你不能贪。 但是大家贪的时候, 你不能轻, 是不是这样? 你轻就是你定他们的罪了, 所以他们要把你除掉了。 所以直到今天呢, 我们看起来, 战争也是这样。 没有改变。 暴虐, 逼迫, 野心, 秉公行义的事情, 不多。 都是, 存着野心, 暴虐, 压迫的政权, 军王, 总统。 看看今天的俄乌战争, 比我们历史上所看到的任何的暴行更加残暴, 比那些恐怖分子的暴行还要恐怖。 没有分别的狂乌烂炸。 学校, 医院, 幼稚园, 大学, 公交车的车站, 火车站, 一照样炸。 没有分别。 炸到你, 受不了。 有公义吗? 没有公义。 是为正义争战吗? 不是, 是侵略人家的底土。 是个人的野心, 是个人的邪恶暴行。 今年可能会更加激烈。 不要想这个世界会越变越好, 我们要预备自己的心, 这个世界会越变越乱, 越变越不公义。 所以我们要准备我们自己, 要脱离这个时代。 盼望那将来永恒的国度。 这是我们在世界上活着的时候, 唯一的盼望。 第四,最后一点。 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名, 这个第十二节, 我们今天没有读出来。 一个没有人知道的世界, 那既然我们没有读出来, 那我就不讲了。 这个很重要, 但是我就不讲了。 因为在讲下节可能要最少的时候很早。 没有人知道的名字, 为什么要取它呢? 为什么要叫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字呢? 是不是很奇怪? 如果父亲叫我一个名字, 是没有人知道的, 那么我这个人的名字, 不能被人叫, 那有什么意义呢? 那为什么耶稣要带着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字呢? 要有时间呢, 我会再跟你们讲, 这一堂。 为什么耶稣的名字, 没有人知道? 你们回去想一想, 先去思考, 揣摩一下, 为什么耶稣要取一个名字是没人知道的? 因为名字是要人知道的, 没人知道的名字要起来干嘛呢? 而圣经里面告诉我们, 神的名字是不能读出来的。 读不出来, 为什么? 它是用四个神圣的字母, 而这神圣的字母, 只是子音, 没有母音, Y, H, W, H, 怎么念? 不知道, W,H, 怎么念? 不知道。 这个名字没人办法念, 这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呢, 特别敬畏上帝, 不敢称呼上帝的名字。 我讲一个例子, 就结束。 我刚才跟你讲的, 在几天前我看到一个, 观念耶和华名字的这个名字, 这个一个文章, 是一个牧师, 转发出来。 他说, 耶和华, 这个名字这是, Y,H,W,H, 不知怎么读。 他说呢? 一个犹太人的拉比, 研究之后, 他说, 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论作, 所谓耶和华的名字, 他讲这个, 他有用两个, 心的, 我们的肺啊, 肺部是两个叶片, 两个叶片呢, 左边这个是, Y,H, 右边这个肺呢, 是,W,H, 他说, 他想通了, 这是什么? 这是人的呼吸啊, 肺是用来呼吸的吗? 呼吸, 你呼, 你吸, 这个声音呢, 就是神的名字。 所以我们天天都在呼吸, 秒秒都在呼吸, 保存我们的生命, 就是因为呼吸, 在喊耶和华, 神的名字。 你的呼吸是什么声音? 不知道。 我的呼吸是什么声音? 不知道。 而这个一呼一吸, 就是神的灵, 神的名字。 我们呼吸就是在呼喊, 在赞美, 在叫神的名。 这个我是第一次, 听到这样的一个论点, 就像我们的肺一样, Y,H, 是我们左边的肺, WH, 是我们右边的肺, 这个一呼一吸, 就是在呼叫神的名。 这个声音就是神的名, 这个声音我也听不到, 你也听不到, 很奇怪对不对? 但是没有这个名字, 你就活不了啊! 你就活不了啊! 所以我们人之生能够活, 所以我们靠着我们的呼吸, 一分分秒都在呼叫神的名字。 所以这个名字, 成为我们的生命, 我们的呼吸一断, 我们就不会呼叫神的名了, 我们就死了。 你还会呼, 还会叫, 你的生命还存在。 是不是很奇怪的一个, 很奇怪的一个理论, 我们就姑且听之了, 我们祷告。 天父我们感谢你, 我们赞美你。 因为你知道, 我们所要面对的将来, 是何等的情况, 是何等的情况。 所以你早就知道, 你也在你的时代里面, 向你的时代宣告, 主啊, 我们活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 我们身经起立, 我们也体会到, 这个世界实在是, 太糟糕了。 我们没有办法再维持这个世界的, 存在有多久, 我们不知道。 我们看见这个世界, 真的是千仓百孔, 老化隆终, 什么时候死去, 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只存在这样一个末世的时代里面, 但是你不叫我们久望, 你的话也清清楚楚的, 明明白白的告诉我们,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安基之所, 这个世界不是我们的家。 所以主啊, 你回我们的时候, 归家吧, 回拜吧, 归回吧。 主啊, 我们真的要归回, 我们从哪里来, 我们要归回哪里。 主啊, 你在等候我们, 为我们预备丰盛的宴席, 让我们跟你一同作息, 一同享受, 直到永永远远。 主啊, 没有止境, 这是何等伟大的一个盼望, 何等伟大的一个计划, 何等伟大的一个计划, 我们的安排, 让我们去在永恒里面来生活。 谢谢主的恩典, 持守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能够委身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能够遵行我们的信仰, 让我们盼望更多的人, 应做这个信仰, 能够进入那永恒的国度里面。 我们的骨肉之亲, 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兄弟姐妹, 我们的儿女,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乡亲同乡, 我们的同胞, 主啊, 整个世界人类的, 亚当的后裔, 挪亚的后裔, 主啊, 都需要你的救恩, 求你怜悯我们。 我们把我们明恩教会, 恭敬仰望, 交托在你的手中, 愿主你带领神赐福, 也特别把明天, 我们八个堂会的牧师传道, 长时, 在这里一同开会, 一同领修, 领受你的话语, 因你持恩赐福, 给这个特别的机会。 我们已经停止了三年, 没有这样的一个团契, 你怜悯我们, 让我们今年, 重新开始, 有这样的一个美好的, 大家庭的传奇。 而且这一次, 是摆在我们, 费城的教会。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这个, 这个聚会, 不是一场的热闹, 而是能够交心的, 来交谈, 我们明恩教会, 明天将会怎么样。 今天的明恩教会, 跟将来的明恩教会,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进展, 求主, 让我们明白, 让我们相信, 也让我们忠心的, 去自行, 把今天的明恩教会, 改变成为明天更美好的, 明恩基督教会。 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